经常会拉错手 拉错手 对 我听说这哥俩除了多才多艺之外呢 他们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他们成立了 双胞胎家园 中国的双胞胎家园 这是个什么机构 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双胞胎的一个交流平台吧 目前在线的双胞胎有两千多对 来自全国各地的 对 我们是这个平台的发起人 那他们在里面交流一些什么呢 提供分享一些信息 互帮互助 还有就是在里面谈对象 交流嘛 也有女方包嘛 是吧 有这样的一个便利和平台 千万别 双胞胎找双胞胎 再生双胞胎 这太可怕了 多辛苦 周围的人全是一半一半的 组团出去你看多好 多好 这样好 干什么事情都有备份 对 还有分纱照 你看都一起拍 旅行开一辆车就走了 是吧 在这上面 这个注册呀 聊天啊 这都是免费的吗 都是免费的 但是有几个条件 首先 必须自己是双胞胎 如果它是长得不一样的双胞胎呢 那你得要有身份证证明 只要证明是双胞胎就可以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平台 只要是一母同胞就行 对对对 你别的群体的不是双胞胎 它就很难进去 因为我们这个管理还是蛮严的 有审核员进行审核 我们是有团队的 你们当初是怎么想着要弄这样一个网站 创建这个平台应该是我们的一些生活经历说起 对小时候有这么一个成长的一个童年 哥俩是单亲家庭 剩下来八个月大之后呢 就没有再歇安 就送往江西永兴 然后妈妈 然后拉 上面还有个姐姐 拉扯我们三 姐弟三人 就无力抚养 就我记得应该在五岁之前 我们哥俩都没有穿过鞋 点上是没有灯嘛 在我的记忆当中没有电的时候 对那边条件还是比较艰苦 非常艰苦 甚至比较自卑一点 对 是 从小的话 就南方语义 你应该知道和北方的这边 沟通起来还是比较困难 就别人也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我们也听不明白别人在讲什么 就别人以为我们在讲天书 就我们哥俩能在一块交流 就这种的 后来就通过学习普通话 然后学习文化 包括后来接触到影视表演 还学习一些曲艺类的艺术 包括墨具相声 包括后来还进修到天津和北京 一线城市去学习婚礼主持 后来慢慢我们也就自信了 我们的舞台也就越来越大了 在2013年参加了一个双胞胎文化节 文化节上我们认识了许多双胞胎 来自全国各地的双胞胎 一下长了这个 对 对 当时建设 哇 有这么多双胞胎 大家一聊一见如故 后来说大家就是 组建一个群吧 然后来在一块交流 最初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后来没想到就是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是人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 就两千多顿了 两千多顿什么概念你想想 然后就是后来有我们的 这个中国双胎家园服务中心 有32名成员来 包括来管理这个平台 那你费用哪来的 费用就是我们几对发起人 最初自己先钱 那现在呢 现在因为随着我们家园的 这个影响力 就是慢慢也有一些 会有一些商业活动找到我们 比如说我们哥俩是搞婚礼主持的 还有会一些才艺 那人家就请到我们 包括拍摄为电影啊 需要一些特型演员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报酬吧 在你们的这个机构当中 有没有一些 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能够帮助到这些双胞胎的 一些感人的势力 其实初老师说到这儿 其实我们双胞胎这个群体 不但又像我们哥俩这样 多才多艺的双胞胎 还有一些 就是先天有一些特殊群体 就是有缺陷吧 救助过 帮助过许多这些智障的 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活动 一些双胞胎 包括在2014年的4月份 我记得在广东深圳 我们这个家园就 救助了一对早产双胞胎婴儿 当时出生就六七个月 就非常弱小 后来我们家园 在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发起募捐 募捐然后募捐到这个爱心款 然后送到这个病的妈妈的手中 当时这个世纪 我记得还在深圳 日报好像还有报道 就也引起了关注 有意义的事情还是蛮多的 很多 你比如说2014年的 8月份鲁垫地震 家园也是参与了 还有2015年11月份 新疆伊利有一对龙凤胎姐妹 姐姐得了恶性肿瘤 当时我们家园 得了这样的消息以后 然后也是组织家园的成员 迅速地捐款 对 我记得三天的时间 捐到了六千多块钱 是是 说实话 当时我真的是很感动 因为我们这个群体 大部分都是学生 和小朋友比较多 小双胞胎 大家的捐款都是五块十块 这样捐到三天 捐到六千多 志愿者叫李燕丽 他把这个钱送到了 小雨昕妈妈手中 当时帮他们 度过这个难关